大家好,今天墙内有一条这个标题很短 但是火大发来的一条这个信息啊 或者是一条新闻 让人觉得看了挺有趣的啊 我们做视频的吧 就是扯闲片呗是不是 不要太认真啊 有人给我写邮件 跟我请教很严肃的问题 我呢一下子就摆出一副很严肃的样子 给他讨论 结果引起他的哈哈哈哈大小 为什么呢 他说孙老师跟我讨论问题时候的样子和视频 是真的是同一个人吗 应该是两个人吧 哎呀 听视频你们都是在听啊 然后呢 偶尔呢 表演我这个脑菜皮的样子 都是为了开个心 你非得要在视频上去当个老师 我最讨厌这种情况了啊 最讨厌当老师了 英文人是没法改变人的 当什么老师是不是 我能够扯扯闲片 让大家笑一笑乐一乐 我觉得就是最大的满足 最最大的成就 一个审马新闻呢 哎有意思啊 叫做 重大新闻冒号 嗯 他搞了个重大新闻 跟我们这些无耻的自媒体的这个套路是一样啊 标题党 重大新闻冒号 吊建平正在 吊建平接收这个审查调查 一共就九个字是吧 然后呢迅速在墙内开花 结果几乎在任何一个平台上面 随随便便一进去你就能看到所有人都在转载这个消息啊 这个吊建平是何许人业呢 因为这个东西一看吊建平 是吧 吊呢有点像是吗 哎呀其实不叫吊啊 就刁建平是不是 刁刁得意的刁 刁刁信嘛 是个信 刁建平 我老是念吊建平 哎呀何必呢是不是 习近平也是一个人好吧 所以吊建平这个刁跟习就差一个小点儿 是不是啊 而平后面姿势是一样的 所以你一毛看过去你很容易就是看成这个叫什么 看成习近平习近平接收审查调查 哎呦那高清坏了是不是 习主席终于被人抓了终于双规了是不是 很高兴的当然高兴的习大部分赶紧说啊 所以这个东西是很有意思的啊 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啊 即使非常严肃的学术问题 也是非常有趣的八卦问题啊 跟大家可以说一说啊 短短的九个字的标题 全国人民都在围观转发 有人甚至准备了花炮 是不是 首先第一 吊建平是什么人 我真是操碎了心啊 我真是为党国操碎了心 吊建平是个什么人呢 我一开始我看到这个标题 我第一眼正看着是习近平 第二眼我才看到原来是吊建平 吊建平啊 又吊建平 吊建平 然后吊建平你应该是个大官吧 至少是一个什么呢 市长啊 市委书记啊 或者是一个什么 省委 省委副书记啊 或者副省长啊 至少是个副部屋机干 否则你 你这个人 你有什么有资格做 做这么一个通蓝的标题呢 是不是 上各大主流媒体呢 没有意义的呀 是不是 你必须是一个人物才行 是不是 就像我这种人 即便没有共产党 我枪毙了我也上不了头条啊 是不是 那是个毫无疑问的 是不是你算哪根通啊 是不是 后来我就查啊查 我终于查到了 刁建平老师 刁建平是个什么人呢 哎呦喂 这是叫咸丰刁建平 是吧 看到没有 咸丰刁建平 被查 是吧 咸丰刁建平是个什么人呢 咸丰县水泥局四级主任科员 一个副科技 刁建平接受 基于审查和监察调查 然后呢简称就是 刁建平接受审查和调查 审查调查用九个字 你说一个县里面的一个水电局下面的一个小小小的主任科员 估计是办公室里面一个打杂的啊 或者是办公室的一个主任吧 有可能 因为咸丰县是个处级嘛 水泥局是个正科技嘛 正科技下面的一个四级主任科员 估计就是哪个办公室里面的一个 一个很有可能是个办公室主任 或者是副主任 副主任都不是应该是个主任啊 说这个咸丰县纪委 中共咸丰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对这个 刁建平 进行通报 接受 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 就这么一个小级别的 应该说是这么这么说吧 应该说是中共的组织体系里面最小的一个官 是吧 过去我们说中国的皇朝制度最小的官是什么 是七品之县嘛 七品下面就没有了嘛 是没有八品的呀 是吧 就七品是最小的官 因为那个时候的社会啊 它是叫做什么县于自治 县民里面的县官是朝廷派过去的 七品 七品下面呢就是乡里面 乡里面就是村里面 这是叫做民间自治 叫做乡村自治 或者叫做家族自治 就是一个家族文化传承纽带的这么一个自治的体系 朝廷他不管的 所以其实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呀 其实老百姓的日子过的不差的 真的 因为我们的常识告诉我们 就是你中央政府管的越多 这个时代就越可怕 就像现在你农民种什么 你这习近平都管 是吧 老百姓自晚上跟自己老婆亲人一下 你要寝食一下给习主席 找寝食网回报 跟毛主席找寝食网回报 这一定是实际上 使人能有事情的最黑暗的时候 没有办法 所以你想想吧 刁建平是中共的所谓的体制内的工作人员 最小的官没有之一了 所以一个最大的关系 习近平和一个最小的关刁建平 然后共同构成了一个有趣的这么一个新闻 你说我有必要跟大家说吧 当然有必要跟大家说 所以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这个事儿里面有很多个值得去分析的东西 我说过 首先我刚才说的半天就是讲 刁建平是何取人也 说清楚了吧 第二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看到这个新闻大家都高兴的转发呢 是不是 因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想起习近平 那我的问题就是 我是往上走的 我思考问题啊 就是你 你看到这个标题 你为什么会想起习近平呢 明明是刁建平 是不是 为什么你要想习近平呢 因为你心里面有习近平 因为你心里面恨不得把习近平抓起来 知道吧 心里恨不得把习近平一刀给剁了给暗杀了 然后这时候出现任何与习近平有关的一些个东西 你就你就你就挺高兴是不是 就有些人长得像习近平是不是 那张猪头脸 完了以后你上去骂一嘴 你这个傻叉啊 你这个猪头 你怎么还不死啊 是不是 你骂的是那个网友 你并没有骂习近平 但是因为他长得像习近平 所以呢 这是构成一个人类的一个认识的现象 所以我的节目经常会 我扯着手扯的特别严肃 你一定要记住 你作为一个人 你在这个摄影里是怎么看问题的 真的 你心里有什么 你就能看见什么 你心里相信什么 你就能看见什么 真的 这是信心原则 你一定要记住 因为你心里堆满了对习近平的仇恨 所以你看见 叼建平这三个字 你马上想到习近平 不用人说 我也是一样 你也是一样 这构成了人的心灵的一个现象 你必要认同这个现象 你这个人之所以一辈子搞什么都不行 是因为你心里没有什么 而不是你行为上没做什么 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一定不是我跟你忽悠你的是真的 就像你一个人 你想去远方 可是远方在哪里呢 是不是 所以说那适合远方 这是很扯的一个事情啊 远方一定有个明确的明确的这么一个地点 比如我要去原谅 你你首先得相信你一定有原谅这个东西 是不是 比如我我要去什么一个什么什么奇怪的星球 我的相信他有这么一个东西 我要去天堂 你的相信你有天堂这么一个东西 你心里都从来没想过 想过从来没有相信过天堂这个概念 你死了以后怎么可能去天堂呢 我们说带着灵魂上路灵魂去哪里呢 灵魂也是一个原地打转的这么一个玩意儿是吧 你灵魂里面一定有一个明确的这么一个记忆 那个印记告诉你啊 有天堂这么一个地方呢 你买一张去天堂的火车票 你就可以到天堂 这个道理说复杂也复杂 说简单也简单啊 比如说你要去美国 你的首先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国家 他叫美国 是不是 你如果你连美国这个地方 你都不信 你怎么去买票呢 你怎么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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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飞机 做火车呢是不是 不可能做船呢 不可能的 人那时候有些事情是非常有意思的 你心里有什么 你就能看见什么 你心里没什么 什么事情到你面前你也不认识 明白吗 一定要记住这个道理啊 所以这个事情我说的是很学术的一个事情啊 你别别看我跟你扯闲片 我们的愚蠢就在于我们心里从来不相信一个未知的东西 我们老觉得我们已知的东西 我们就去做 那你如果是已知的少的你做也白做是不是 所以人愚蠢不是因为行为愚蠢 而是因为我们的观念愚蠢 好吧 跟大家讲点深奥的道理啊 这个东西你如果误到了 你如果理解了 你这位子真的是受益无穷 你如果我说了你也听不进去 你也听不懂 那你这位子你就当屌丝了 那我一点都没办法 但是呢我是希望我的节目里面有那么一两个人能够看到 能够听懂我在说什么 那我就高兴了啊 茫茫人喊有一两个人听懂我在说什么 我高兴坏了 你说是不是 但是呢还有一个说法 说为什么这个放出一个刁建品是接受审查呢 难道真的就是开玩笑吗 不是 说现在呀有人哪就想啊 说这个全中国人都在跑路 是不是都要把这个问题查一查 是吧 查一查那怎么办呢 说那你就查呗 习主席要同意吗 说问题是你习主席家里的人也都在跑路啊 是不是 你习主席家里的人都跑完了呀 所以他们故意搞出这么一个刁建品 接受审查调查 意思是说接下来习近平在自己的亲戚 到底有多少人在海外生活这个事情 你得给党中央国务院是不是 你得给全国人民做一个交代 你撒个谎也得撒个谎 你不得脑子去把这个事噎着瞒着那不行 所以这么一个说法 总归强国的一些事情是很好笑的啊 听一听 但是我这期主要是就一个很搞笑的这么一个现象 跟大家讲点深奥的道理 那可重要了 因为这个人类社会啊 一个社会它之所以变成一个智慧的社会 哲学才是排在第一位的 真的 没有哲学前提的任何的文学 任何的科学都扯淡的 没有的 中国是没有哲学的 哲学是什么呀 是不是 这其中就涉及到两个东西嘛 一个是人性论嘛 一个是认识论嘛 我现在讲的是认识论 那多有意思啊 你得明白这个道理 谢谢